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妈 今天一起来做一款麻辣手丝鸭脯 你知道吗,都能吃出牛肉干的味道 麻辣各位,要嚼劲 去超市冰冻区买两包鸭脯 15块钱一袋七根 放入水中,泡半个小时解冻 同时也能泡出血水 再去调料区买一包乳料5块钱 只用半包,大概有10种香料 加一把花椒,两把干辣椒 用热水泡3分钟 能够激发香料的气味 同时也能够避免烧糊 锅内热油,加入姜片,洋葱 小火煸炒出香味 再加入泡好的香料,翻炒均匀 接着来调味,加入半汤勺盐 一勺老抽,两勺生抽 一勺豆酱,一勺辣酱 翻炒出香味 再加入20克的冰糖,一罐啤酒 先煮5分钟 煮沸后,倒入半锅开水里面 再煮上10分钟 这边的鸭脖也已经泡好 拿去冲洗干净,沥干水分 放进卤水里面 刚好能没过食材 还可以再加几个鸡蛋进去 大火煮开,盖上盖子 转中火,煮40分钟 再闷上30分钟入味 鸭脖就卤好了 如果喜欢吃酱弩鸭脖的话呢 这一步就可以打住了 因为吃货是等不及的 如果剩下来的话呢,接着制作 间隔摆放在烤盘里面 逆干汤汁 放入烤箱100度,烘两个小时 烘好后的状态是这样的 整体变黑,肉质变得紧实又劲道 能够看到微微出油的状态 如果想要吃原味熟食鸭脖 这一步也可以打住 又像油油嚼劲和牛肉干一样 最后准备一勺孜然粉 一勺花椒粉,一勺辣椒粉 搅拌均匀后,拧入热油 第一次的油温比较高 搅拌几次,破第二次 最后加入盐,味精等调味 这次搅拌均匀后,倒入鸭脖里面 让每一根鸭脖都裹上香料 能够停到这一步的鸭脖 真的是来自不易 每次经过一道工序就会炒几根 留到最后的就是最精彩的 色泽黑亮,麻辣鲜香 肉质紧实,酱香回味 撕开还能看到拉丝 和牛肉干一样,越嚼越香 撕一根就吃一根 家里人多就要多准备一些哦 根本不够分 想吃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妈,下期再见